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瑶带的早餐 成瑶上班时自带午餐 但却被钱衡看到 他为了吃到他亲手做的饭 以工作为由骗他出去 并且表明不能在客户面前吃饭 成瑶听此只能将饭送给包瑞吃 谁知钱衡宁可用自己的饭跟他换 最终他这才如愿吃到成瑶做的饭 内心顿时很高兴 之后在钱衡因误会以为成瑶向他表白时 最终他在自我攻略下终于不再嘴硬 承认了对他的喜欢 于是他在下班后带成瑶去餐厅吃饭 决定答应他的告白 可谁之话还未说出口 成瑶得知礼物被送错 连忙向钱衡解释 他见此也只能再次将话憋回 就这样错失了一次机会 可从那之后 他越来越确认自己早已对他动心 最终他下定决心向成瑶表白 他听此也欣然答应 两人终于抱在一起 之后便开启了办公室地下链 可却总是只能偷偷摸摸 引起钱衡不满 谁知成瑶却喜欢上了这种地下的感觉 他见他乐此不疲 也只好放弃公开 可谁知顾北青却再次因案子与成瑶接触 钱衡一看到 他便吃醋 这些也被顾北青看在眼里 他想起上次喝酒被他赶走 于是决定将他捉弄一番 之后 他在与成瑶聊案子后 特意约他吃饭 成瑶想起上次他的帮忙 提出由他请客 谁知两人吃饭间欢声笑语 被钱衡看到顿时很是吃醋 回到家后便生起气来 第二天成瑶给他带的早餐 也被他傲娇扔进垃圾桶 可他走后却又立马捡起吃了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